孕妇难产 发出声嘶力竭的惨叫 接生婆勇敢面杖 用力地滚过孕妇的肚子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孩子终于生了出来 然而是个女儿 于是被孕妇丈夫放进木桶 直接扔进了河里 整个分娩过程直到结束 母亲阿秀都没见到孩子一面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 男孩生下来是个能干活传香火的宝贝 女孩则是一无用处地赔钱货 阿秀刚分娩完 就要照顾儿子春宝 操劳家务 因为丈夫疾病缠身 干不了活 家里一品如洗 甚至因为丈夫好赌 家里负债累累 人都上门来要债 尽管雷井库腰带过日子 还是吃了上顿磨下顿 沈媒婆了解到阿祥的情况 便趁人之危 带有目的心地来找阿祥 告诉她一个 可以轻易拿到钱的办法 那就是拿家里的东西换钱回来 阿祥说自己没有之前的东西 媒婆说你老婆就是之前的东西 你死都要死了 你还留着老婆在家里 干什么呀 儿子呢 你已经有了 你还怕什么呢 把老婆留在家里 出了多张嘴 白吃饭 那有什么用啊 全说阿祥将老婆典当给李家 阿祥十分不情愿 毕竟老婆走了谁照顾儿子 李家老爷年过五十膝下五子 想买个妾 妻子又蛮横强势 只愿收个典当期 正好可以把阿祥借给李家三年 等到生了孩子回来 她还是阿祥老婆 阿祥听后沉默不语 这天底下哪有买老婆的买卖 沈婆婆知道阿祥有欲 于是接下来 便开了个她无法拒绝的理由 租气三年八十大阳 阿祥听后激动得咳嗽不止 八十大阳是她这辈子都赚不来的钱 有了这笔钱 自己即可以去赌场大杀四方了 而且儿子也能过上舒坦日子 在沈婆婆的循序善诱下 阿祥心动了 可不了这一切都被阿祥听见 她简直不敢相信听到的一切 阿祥觉得无地自容 亮亮强强跑出甲门 决定跳河自杀 可是刚走进河里 儿子春宝便追了上来 把她求死的思绪拉了回来 签订卖生气的日子如期而至 意识感满满 当阿祥先红的手掩按下去的那一刻 阿祥便踏上了悲惨的不归之路 临行前 阿祥温柔地帮春宝缝好衣服 擦干净她的脸 一便便地让孩子叫鸟 生怕孩子忘了她 为了春宝 阿祥甘愿付出 孩子就是她的一切 可是丈夫是个不疼孩子的人 这个举动刺痛了阿祥的神经 但凡家里没有这么穷 她也不会将妻子典当给别人 这就是穷人的无奈 想死不敢死只能狗活 50岁的老人枯木逢春 经过年轻女孩一夜的滋润 容光焕发 直接朗诵起了窑窕淑女君子好球 天刚亮 借了阿祥的轿子就来了 阿祥寒泪告别孩子 踏上前往李家大宅的征途 等到了李家 倒梁画洞的建筑人阿祥目瞪口呆 跟自家摇摇鱼坠的破烂小屋相比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李太太初见阿祥十分吃惊 因为梳洗过后的阿祥模样十分标志 跟她前几天在河边看见的 灰头土脸的村妇完全不一样 顿时有了危机感 李老爷看见阿祥也是十分敬念 立马吩咐下人早些做饭犒劳阿祥 李太太听了冷嘲热讽了一句 老爷今天真会心疼人 李太太为了示威 在阿祥洗澡的时候闯了进来 自欺自人地说 自己希望李老爷找个小老婆 可是李老爷心疼自己 他自己难过一直没找 话里话外都是警告和炫耀 李老爷本以为夫人会找一个野蛮的村妇 没想到会是这样一个娇美人 撩起阿秀的头发就纹 吓得阿秀连连后退 可是收了钱 就算不愿意也只能接手 随后两人关灯进行了房市 李太太先前虽然嘱咐李老爷 快点办完事 快点回来休息 但春宵苦短 李老爷只顾着自己快乐 把太太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李太太独守空房 气得拎起花盆 狠狠地摔到楼下 大破了夜晚的宁静 李老爷经过一晚上的滋润荣光焕发 忍不住宋读时刻 李太太洞察到李老爷的心思后 忍不住调侃她精神好 一晚的功夫 老爷就变得年轻了 李老爷尴尬地解释说 早上空气很湿润 嗓子就像动一动 谁知反悲夫人一阵何耻 当心这把老骨头别软了 到时候别怪我不心疼你 说完就气愤地走开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老爷对阿秀的感情也是越来越深 早就超越了对一个点气的关爱 听说阿秀白天衰了 晚上就赶到房间悉心照料 而且给他迎送股岳父 阿秀需要听不懂 但是感觉生活很美好 之后的日子里 李老爷对阿秀更好了 不仅交代下人 好生招待阿秀 而且不让他干脏活累活 甚至拿鸡汤给阿秀补身子 一天李老爷和夫人吃完酒席回来 李太太嫌弃烂醉的李老爷 让皇妈将他扶到了阿秀的房间 可是他却忽然坐起 碰着阿秀的脸说自己没醉 阿秀被他逗笑了 笑得真好看 我喜欢 他第一次感受到一个男人的关心 忍不住被李老爷感动哭泣 让阿秀觉得李老爷是真心事意地对他好 主动为李老爷宽衣解代 露出了红肚兜 没多久阿秀就怀孕了 李老爷对他更好了 亲手包了橘子未尽嘴里 经过郎中一看是个男胎 李老爷喜笑颜开 经常给阿秀买水果 怀胎十月 阿秀给李家生了个男娃 小少爷的出生 让李老爷一家欣喜若狂 天还黑着就放起了鞭炮情和 邻里乡亲都来李家祝贺 人群中还有阿祥的身影 不过他并不是来道贺的 他是来找阿秀的 儿子春宝身患重病 阿祥希望让阿秀回家看看孩子 可李太太也孩子刚出生 离不开阿秀为由拒绝了他 李老爷人逢喜是精神爽 拿出两块银元便把阿祥打发走 阿秀对此却一无所知 孩子一出生 阿秀的好日子也编到了头 李太太一改往是和善嘴脸 坚决不让老爷前去探望 而且连补身体的鱼汤都有一件 生个儿子还高贵起来了 什么腰酸啊背疼啊 还垫着补身子了 我就不相信 以前在家里也这么娇贵吗 现在有人捧着了 还端出二房的架子了 给孩子取名字 成了李老爷要面对的难题 老爷本来想了个兽喜 又想了个好球 不过这些都不适合做名字 最终阿秀想了个名字秋宝 意思是在秋天出生的宝贝 没想到这一名字 与李老爷瞬间一拍几合 母亲被父亲典当 成为了有钱有家的生育机器 小孩子被村里的小孩编歌要嘲笑 春宝梁不回家 李老爷想接让孩子吃奶的名义 多留阿秀几年 可没想到 贝利太太当场识破并且拒绝 为房地位受影响 她找来奶妈接替阿秀 尽管百般不怨 但是孩子被一把抢走 而且表示自己才是孩子的娘 自此之后 阿秀接过了下人手里的火 成了李府名副气势的仆人 而且连抱孩子都不被允许 为了安慰伤心的阿秀 李老爷送给他一只家船的手镯 还安抚阿秀 只要孩子过了周岁就让他来待 转眼间秋宝满月 李家大摆宴席 阿祥也来了 可带来的却是坏消息 原来阿祥花赌博光了钱 春宝病重没钱救治 再不知就可能有生命危险 阿秀一听春宝病重 心如脚痛 捂着胸口痛哭流涕 可阿秀在李家的地位还不如仆人 怎么可能有钱 为了救春宝的命 无奈之下 阿秀只能拿出老爷给的字拿去换钱 正巧被李太太抓了个现行 李太太看见卓子气氛不已 直接认为是他偷的 就在两人的争执之下 这枚船家桌子摔了个七零八落 李老爷得知阿秀准备将桌子给阿祥后 突然没有了半分喜爱和怜悯 直接让阿秀离开 但是李太太却不愿意轻易放过他 让他给李家干活来抵债 直到七月到七 阿秀就这样在李家干起了仆人 就连想看看自己的儿子 都被李太太阻止 直接将阿秀打发回家了 阿秀只好翻山越岭步行回家 可是等回到家后 丈夫对于老婆的归来没有任何欣喜 反而是满满的嫌弃和冷漠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儿子春宝回来 可是一脸陌生地问他找谁 春宝也和他的父亲一样 对阿秀没有丝毫感情 阿秀倒在了门口 失去了所有 他摸不到秋宝也丢失了春宝 电影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来 小说的作者柔实 幽国幽民反封建专制 皆是民国社会的黑暗 以当时点卖女性为素材 揭露了女性的悲哀 作品真是沉重地揭露了事实 妇女被肆意买卖 女孩被随意杀害 这些都是真实发生 甚至悲剧还在真实上演 只希望每一个女孩都能被善待 都能自由平等地成长生活 是不同的 我会认为